眼下湖南湘西的猕猴桃也进入到收获季了 接下来咱们就去尝尝当地的有机猕猴桃 这里的有机是真的机 可以吃的机 在湖南湘西永顺县松柏镇 十多万亩猕猴桃已经成熟 在树下当地的土鸡正悠闲的觅食 这些鸡可不简单 既是除草鸡又是除虫鸡 还是施肥鸡 我们俗称的就是国王鸡 就是吃猕猴桃长大的鸡 通过这个重要模式来说 每一年每一亩可以减少投入500到800块钱 我们的猕猴桃的品质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湖南湘西地处大山深处路途偏远 近些年得益于中国邮政的线上平台 山里的猕猴桃快速走向全国各地 每年在这个猕猴桃烘熟季节 我们这边的老百姓 就是都在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把这个自己家种植的猕猴桃 划往全国各地 比如说就是广州 白京 江泽一带 就是大约三天 偏远地区比如东北三省一届 就是大约在四天左右 就可以拿到我们的新鲜鸡 如今依托生态循环重养殖 和完整的销售物流体系 这里的猕猴桃 土鸡等农特产品 成为了农民致富的法宝 村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 都得到了提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